这个男人是万年难遇的天才 他能通过数学预测未来 这个聪明的男人却被养子刺死 35年后竟离其复活 几个小时前 盖尔从休眠舱中苏醒 登上一艘未知的飞船 得知自己成了杀害哈里的同盟 而飞船的目的地 正是哈里的老家贺利恺星 正当他想修改航道时 竟发现了躺在血泊中的哈里 盖尔想上前救他 却触摸不到他的身体 原来这只是哈里的量子意识程序 盖尔成功唤醒哈里的意识 可哈里接下来的话 让他一头雾水 盖尔将瑞池被处决的事告诉了他 哈里听后表情痛苦 量子意识再次紊乱 飞船的生命支持系统被关闭 内部空气变得稀薄 盖尔马上就要窒息 关键时刻 哈里的意识重新连接到飞船 重启了生命支持系统 哈里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 他预测到自己的死亡 是计划成功的观点 早在离开穿陀前 就开始策划这一切 他在脑中植入了一个数据单元 记录着他所有的想法跟记忆 并与瑞池的那把刀相连 于是命令瑞池了断自己 在乘坐休眠舱登上这艘飞船 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话 现在站在飞船里 跟哈里对话的人 应该是瑞池 而盖尔则因在端点心上 可盖尔在那晚突然出现 打破了他精心计划的一切 在哈里的逼问下 盖尔这才说出自己埋藏多年的秘密